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生坍塌 那无数人的生命将受到危险 就这样 爆破工作开启了 使用了380公斤的炸药 放置在特定的地点 轰的一声巨响后 人们惊讶地发现 陀江大桥纹刺未动 桥拱和桥面都完好无损 说好的微桥呢 怎么比刚建成的都要坚固 无奈只要重新寻找受利点 并加大爆炸力度再次拆除 据说前后折腾了六七个小时 伤痕累累的陀江大桥才被放翻在地 爆破时吸引了当地的很多人围观 陀江桥也因此被誉为桥金桥 实在让人感叹 相比于现在的豆腐渣工程 以前的造桥人并没有偷工闲掉 哪怕造成土看起来过旧 但依然比如今很多现代风格的大桥要坚固 而爆破过后 新建的陀江大桥同样雄伟壮观 继续为人民服务 本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